这几天呢电影院里最火的电影飞钢铁侠三莫属了 在它的带动下各类科幻题材的作品 比如说星际旅行什么的就格外的吸引人的眼球 你可别以为星际旅行只有在电影里能够出现 最近呢荷兰的一家公司就推出了一项火星移民计划 报名的十分的火爆 一提起火星移民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得花多少钱呀 但这一次呢却不一样 最低呢只需要五美元 也就是三十元人民币就可以报名了 不过呢这票可是单程的 也就是说只负责把人送到火星不负责接回来 尽管如此这一项一去不复返的星际旅行 仍然吸引了八万多人踊跃报名 其中呢还有一万多的中国人 荷兰独立太空探索公司火星一号 公开向全球各地招募四名火星居民志愿者 计划在2023年把他们送上火星 在那里开辟人类殖民地 不过这一项目并不会为志愿者提供返程票 也就是说去了就回不来了 从招募工作启动以来 短短两个星期内 这家公司就收到了七万八千多份申请 其中美国人数最多 有将近一万八千人 中国申请者其次也超过一万人 排名第三的是英国 有三千多人 工作人员希望申请者人数最终能达到五十万 殖民火星计划在线申请截止日期为2013年8月31号 随后组织者将筛选出候选人进行长达七年的培训 有分析称这项计划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门槛较低 任何年满18周岁的人均可报名 报名费则依据申请人国家的赋予程度 从五美元至75美元不等